科技部林敏聪次长 行政院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 推动小组共同召集人 黄启明博士 民生共和物联网 数据应用及产业开展计划 陈永裕总顾问 内政部消防署刘洪如主人 交通部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 萧乃奇副主人 环保署黄军明科长 国家高速网路与计算中心 林习庆副主人 各部会有同人 线上各位嘉宾媒体朋友 大家好 这次很高兴能够用 远距预露的方式来参加 台湾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 开放资料及平台 使用者研讨会 自从2004年OECD 也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会员国 签署了共同声明主张 公部门出资收集的资料 都必须要公开释出之后 开放资料就成为 各国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这里我想先感谢 我们的公务同仁 多年以来持续不断 积极推动资料开放的工作 包括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国网中心资料市集 民生公共物联网资料服务平台等等 这个都是目前非常重要的 数位公共建设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而除此之外 民间朋友也积极参与 促进开放资料的建制和应用 好比像说开放资料联盟 LAS社群等等 都是希望运用资料来促成产业创新 还有社会创新的公益目的 因此今天研讨会 我们也特别邀请了消防署 环保署 气象局地震测包中心 国家太空中心 中研院等政府机关 还有台大电 副军水资 新创智能 以及开放资料联盟等产业和社群伙伴 分别用资料提供者 和应用者的身份 来各自分享资料开放应用的成果 近年以来 台湾遭遇了百年一见的大旱 随之又因为暴雨 导致有淹水的灾情发生 面对气候变迁的压力 我们只有透过地球环境的分析 因应资料的开放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来用客观 科学的方式分析 预测可能发生的灾害 这样子也才真的能够及早做出因应 不过只有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今天研讨会的主轴 也包括如何用公民协力的方式 鼓励政府和民间 共同建构出资料经济的生态系 而在各位致力于开放资料的朋友 和前辈们努力之下 我们的社群产业和政府 已经做出了许许多多 国际知名的应用和贡献 透过今天的成果交流 以及座谈会 我非常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 台湾在这方面的成果 为衷心希望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各位 线上的听众 能够踊跃提出建议 踊跃参与讨论 这样子才能够激发 未来参与式开放资料的应用和发展 最后祝今天研讨会顺利圆满成功 也谢谢线上各位朋友的参与 祝福各位 Live long and prosper